比赛现在就正式开始 季金出战的这位歌手呢 不但是我为歌狂第二季开赛以来的得分王 同时也是桃花园里走出来的一个萌大叔 一个打鱼的唐格尔 第一阶段是比赛完了 随着比赛的进入 我们的状态是满满的进入 神曲战队的变化风格比较丰富的是 唐格尔老格尔 变化多端 诡计多端 他的那个小眼睛 很轻松地散出出各种智慧 皎洁的各种智慧 各种怪招 尔文 唐格尔前几场都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个年纪有这样的变化 一旦要改变 其实大家就可以期待了 不管你 爱不爱我 对对对 明白明白 这个就可以起来了嘛 这个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 就不要快 不要快 明白明白就对对 特重 对 特重 陈格尔 他可以是草原歌王 可是他可以唱各种各样的曲风 今天他选唱这首歌 我很期待听他今天晚上的演唱 我这次选的《离不开你》这首歌是表达的就是一种 一个大男人的一种耐心的情怀 我八万年开始唱歌 八万年的时候就是应该说北京已经红了 一直到两千年的时候我应该挣了一万 最终于挣了几百万 但是这个几百万什么都没买 房子也没有车也没有就全部玩了 原来我女儿的名字叫嘎吉尔 嘎吉尔就是地 我的名字是 藤格尔就是天嘛 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叫 天与地 我们俩的名字 可是出了这么件事以后 再也不行了 2004年44岁的藤格尔和比自己小18岁的内蒙古姑娘 洪格尔朱拉再婚后生下女儿嘎吉尔 藤格尔势若生命地掌上明珠 因为身患急性骨髓炎 在2010年永远地离开了藤格尔 去世时年仅六岁 发生这么个事情以后 当然好多缺人安慰了 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父亲的心里 是永远过不去的 这是一生中你永远地痛 或者有时候他妈不在 孩子不在 所以会偷偷地一个人 拿出他的照片 因为既然你心里过不去的话 就不要让他过去了 你何必非得要把这一页抹掉 你既然那么想他 那你就看 人就得 是吧 一定要这样的面对生活 面对大家 一向少走情歌路线的草原歌王 藤格尔 今天选取的这首《离不开你》 不仅是对音乐和舞台的眷恋 更是酒埋心中的 对女儿的悼念 你敞开 你的怀抱融化了我 你青年之间揉死了我 你孤独风雨卷走无聊 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 我的爱不公平 爱恨恨却由你操作 可今天我一定不开泪 我怪你爱不爱我 太不公平 爱恨恨却由你操作 可今天我一定可以 不怪你爱不爱我 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 你青年之间揉死了我 你孤独风雨卷走无聊 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 我的爱太不公平 爱恨恨却由你操作 不小心又要命 我爱恨恨恨却由你操作 我被星球却由你操作 可今天我已离开你 我怪你还不爱 我怪你还不爱 王爷万岁 拿下来 诚哥唱的《离不开你》 我听的时候觉得他 就是把那个感情 比刘欢还要浓 听歌你能够听到 他好像背后有故事 他的嗓音里面包含了很多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对生活不义的一种诠释 所以我觉得说这首歌 其实由腾格尔老师来唱完之后 更加厚重了 更有生活的底蕴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 他是唱得非常好的 腾格尔老师这一次的歌 可以看得说他非常地有心 腾格尔大哥我们配合你 王爷 极香 王爷 你看 你看 说起来 哎呀 基本上 拿下 好了 刚才老腾演唱的这首歌曲 真是太深情了 那份深情真是深入骨髓 再次感谢老腾 接下来要迎战腾格尔呢 这位歌手他的声音 在沙哑中带有一种特有的磁性 他就是本场摇滚战队新进的歌手 张赫轩 张赫轩这一期的比赛压力应该是非常大 我觉得首先啊 第一层压力就是因为他刚进来 直接就是办决赛了 再一个就腾头腾 腾格尔这两层压力我觉得已经很大 腾格尔是神曲队的得票王 希望腾能挺住 我不管别人用什么大招啊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 反正要艰辛一点就是唱好歌 唱到人心里去 以不变应万变 关阳关阳 热烈关阳 一定要把摇 把神曲队 把神曲摇到坑里去 他让咱们战队摇到坑里去 我们就一定要把他们送回家去 把他们摇回家去 努力努力 之前的摇滚队输给了神曲队 这一次我加入到摇滚战队里面 我希望来到摇滚战队 能为摇滚战队的复仇之战 添上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所谓的音嗓子 就要杀的那种 这种歌别办法凸显 它的那个味道 对 我觉得很开心 完成的自己觉得 还可以 不可以继续努力 本身他没有一味强调 大声那种嘶吼 用他特有的那个嗓子 很有那个磁性的那个味道 而没有给听的人 太多的不必要的负担 好了 对战第一轮 已经结束了 501开始准备了 喜欢谁 深情的腾格尔还是张可轩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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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投票 腾格尔的悲痛情歌声声质地 杂痛心头 腰棍战队 腰棍战队新型歌手张可轩 首次发声就遇上得票王腾格尔 他们谁能拿下对战第一轮 好了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已经在这里了啊 老腾我买你三百票以上 腾格尔会赢了张可轩 他的嗓子是很独特的嗓子 可是我觉得他的选择手相见不如怀念 跟腾格尔是那个有点一软即时的那种感觉 在这个舞台上 贺旋今天演唱这首歌 就是唱出自己想唱的 这样一个跟501的一个交流 我为歌狂晋级赛第一场第一轮 神曲战队腾格尔对战摇滚战队张贺旋 501的投票结果 腾格尔 腾格尔胜 对战第二轮 也是我们晋级赛中新增加的对战方式 就是对唱 首先出场的是摇滚战队 掌声有请张可轩 刘文杰 摇滚战队在第二轮遇到了神曲 那当时我们都还没有加入 当时的情况是 摇滚战队也大比分告败 我觉得惨烈 有点惨烈 所以这一场承载着 结果摇滚战队这个旗帜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打一个漂亮的反映着 一个人 一个人 心静的这个环节是对唱合唱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难度可能在于就是配合的习惯性 其实我俩一直在商量什么样的歌更适合两个人同时的表现 然后大家最后选了亲爱的小孩 我会担心他们两位年轻的歌手来演唱这首歌 会为这首歌注入一些新的生命 虽然是到竞技赛 我们是以不变应万变 还是用最真实的情感去打动每一位观众 请爱的小孩 快快操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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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回家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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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空中独自漫步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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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用很扎实的声音 很明亮的声音唱出来 他跟刘文杰一起唱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放大了 他的声音本身的特质 经历了 精英了啊 你都给我听哭了吗 真的假的 真的 两位帅气的小伙子 组合在一起真是魅力四射 不过我想接下来要迎战他们的神曲战队 恐怕没那么惧怕他们 因为他们的应战经验非常的丰富 掌声有请唐格尔 阿鲁阿卓 你们俩想唱什么 这个试试看 我是想的是如果唱这首歌 陈老师是那种男人的那种声音来唱 然后我呢就是那种像一个少女一样 甚至像一个儿童就是没有学过唱歌 同一个跟阿鲁阿卓选唱这个传说 阿鲁阿卓的加入比较容易去加入一个新的活动 一男一女一般都会唱情歌 但是我们这次就不唱情歌 用一种民族风来跟他们闭开 这一次我们用的是迷魂计 我们一定要以万变应他们的不变 让他们永远猜不出我们会出什么样的招 我们神曲队一直在用我们自己的努力 每一场的这种球变来PK对方 希望我们能够胜利 然后迎接下一次的挑战 不管队数是谁 我不会用同一个招来对付你两次 因为我们是神曲战队 我会用同一个招来的招来 英文英文字幕 李宗盛 忠词和 忠词和 吹散多少穿霜 留下的枝梁 你的故事 被酒和白茶酿成两个 我来说去死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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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麻飞上帝家 爱我 因为你一样遥控 到处穿崖里点灯 在某人心头宁可 深深明刻 每个江山的阴霾 不带着你的心 每一张默认的脸庞 都有你的心空